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妈妈陪着我 快乐总也没有愁 一二三四点点头 独鲁鲁请你为我加加油 把手牵手说我们一起走 把手牵手说幸福加加油 把手牵手说我们一起走 把手牵手说幸福加加油 欢迎收看幸福加加油 我是彤彤 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 因为工作忙碌 所以小孩只能拖给保姆带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保姆 叫做廖万安先生 一走进他的家里 满满的都是玩具耶 而且这些玩具都是他发挥创意 根据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设计出来的哦 这么厉害的保姆 让我们赶快去认识他 来 这个 这个 来 贝克啊 喂 打电话给谁啊 两岁多的圆圆正在保姆家玩 可是他的玩具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耶 吓一跳耶 好长喔 另外这头 峻峻自己一个人也玩得很开心哦 像这个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什么 好不好 好 猿火蟲 叮噹 這是什麼 兔子 蕉 可是這些玩具 好像在市面上都沒有見過 這個就是 就是一般 那個獅子巾 上面的那個開關 獅子巾就是會晤利用 裡面有一些 譬如是動物的 植物的都有 小孩子本性他就是想要 探索這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會自己一天到晚都想要 開這個 那個獅子巾的開關 然後就裡面讓他 教他一些認知的東西 這樣 太有創意了吧 拿獅子巾的空盒 加上廢棄不用的卡帶盒 加工一下 居然就變成一個開關夾 還在壓壓水雨的君君 沒打開一個 就驚喜一次 這是神秘盒 開 來 你看看 蝴蝶啦 蝴蝶還在那邊耶 君君和遠遠的保姆 就是這位廖萬安先生 可別以為男生 就不能當保姆喔 取得保姆證照 已經有九年的時間了 他和太太兩個專業的保姆 一起帶小孩 不只照顧小朋友的生活 起居 廖萬安最厲害的 就是會發明好多玩具 好 每一個都要走到喔 好 叮叮叮叮叮 對 好 把家裡常用的拼圖軟墊 上面貼上人工草皮 小石頭 彈珠 甚至是面膜紙 這個多元步道 要訓練小朋友的觸覺 每一個就是 有不同的那個質感 小孩子就是利用這個 摸手這中間來 讓他給他那種刺激 就是希望他能夠 得到很多的反應這樣 說著說著 阿伯又拿出了新玩具 好 夾蛋豬 好 夾蛋豬 好 夾蛋豬 好 夾過來 好 放盤子裡面 好 全部給他夾過來 夾兩個 夾兩個 你好厲害喔 夾蛋豬 夾兩個 自己發明的 這個夾蛋豬的遊戲 在小朋友拿夾子的過程中 可以訓練手部的肌肉發展 但是大家來猜猜看 這個盤子是什麼做的呢 再一次 既然是塑膠的水果盤 鋪上一層布織布 真的是太厲害了 好 過去 好 來 二 好 三 棒喔 主要是訓練小朋友的 手指頭的那個夾的力量 還有手眼睛跟手的那種協調 夾了以後 他會慢慢叫它慢慢地放下去 就主要是訓練他手指頭的這個夾的力量 就出息動作的訓練這樣子 整間屋子裡的玩具 都是廖萬安的發明 從訓練小朋友的觸覺到受覺 白香果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味道 哇 這是桂皮耶 桂皮味道好濃喔 桂皮 桂皮 好 現在慢慢來 聞聞看看 嗯 什麼 什麼味道啊 巴勒的味道 對不對 是 對喔 就連聽覺 他也能變出法寶 耶 你的是綠豆 阿伯的是紅豆 像玉米啦 黃豆啦 綠豆啦 或者是甚至於鹽巴啦 綿啦 都可以 因為每一種的那個聲音 都不一樣 讓小朋友可以聽一聽 各種不同的聲音這樣子 今年65歲的廖萬安 其實患有小兒麻痺 當年已經是保母的太太 帶了一對患有嚴重 異味性皮膚炎的雙胞胎 為了幫太太分憂解牢 特地去考了保母執照 沒想到 他卻比太太更投入 如果能夠幫助小孩子來 學一些東西 讓他那個智能的發達 能夠更進步 那其實那是其實應該做的 日常生活隨手可得的 瓶瓶罐罐 兩碗安靈機一動 都可以變成教具 像是這幾個藥罐子 裝上不同溫度的水 可以讓小朋友熟悉溫感 比如說這個有60度 我們就給它60度 然後把它蓋起來 這個用溫的 把它蓋起來 每一種的溫度 就可以讓小朋友 親身去體驗 寶特瓶裝上茶水 又是另外一個巧思 比比看誰比較高呢 隨時就親了一下 你看這個最多耶 最高的 第二高的 第三高的 最低的 就是讓它們高高低低的 讓它們去認識一下 你要讓它了解一下說 哪一隻最長 因為這個是它有彎的嘛 哪一隻最長啊 哪一隻蛇最長啊 中間的最長對不對 因為它把它拉長了才知道 對不對 還有還有 一張後紙板 幾張圖形 讓小朋友學習方向配對 也能刺激智能發展 玩影子遊戲好不好 影子配對 好 這是誰的影子啊 這個的 圓形的 好 那這是誰的影子啊 星星的影子 好 就連坊間流行的專注力訓練 廖晚安也說 這超簡單 拿一個鞋盒 中間挖一個洞 要怎樣才能讓蛋珠順利進洞呢 請圓圓玩給大家看喔 左邊右邊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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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動動動動 也這樣快點插一點點 不要 不要看別人看你的豬豬 欸 耶 不只如此喔 帶小孩帶出興趣的廖晚安 參考了許多教育資料 整理出和不同年齡層的小朋友 可以一起玩的互動遊戲 这是零到四个月的 跟英偶的互动游戏 我们准备了一百多种的游戏 跟它玩 不要看它不懂 真的小朋友那么小 它一样可以有所怀念 几年下来 辽丸安发明的玩具 教具 已经不知道有几百种了 他自己还利用晚上的时间 编列成册 要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从小就是 教这个不方便 然后就在小学的时候 有很多人他就天天帮 载我回家 就特别照顾这样子 我感觉到就是 帮助人还是很需要 而且特别是对保姆类的 保姆们他们有时候 他们没有什么时间去整理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把它整理好了 整套的感觉大家能够用的就大家用这样 因为曾经受到帮助 让辽丸安感受到 取之于社会 要用之于社会 把心思花在这些小孩身上 看到每一个小朋友 因为玩他所设计的玩具 变得聪明又可爱 就是他最大的成就感 就有家长突然间带他的小朋友来 然后带着蛋糕来 为的是庆祝阿伯的生日 这个有时候自己想一想 真的努力有时候也值得啦 这样子 辽丸安把设计出来的玩具 分门别类 每一样都不用花大钱 就能够让大家玩得很开心 他说 这辈子他不会停止发明玩具 这些创意 要让更多的小孩都可以享受到 就得要分享 也欢迎有需要的人 都可以来找他哦 练丸先生设计的这些游戏 还有他发明的玩具 愿意不藏私地和大家分享 就是希望所有的小朋友 都可以健康快乐地长大 下段节目回来 我们带大家去认识另外一位 有爱心的保姆哦 那时候请小说我们一起走 那时候请小说幸福加加油 欢迎回到幸福加加油 我是彤彤 小宝宝出生之后 工作比较忙碌的爸爸妈妈 就开始担心了 好的保姆要到哪里去找呢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保姆 叫做纪文玉 他已经有26年的经验咯 不过他说 要当一个专业又称职的保姆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让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玉玉 你好 爸爸 还不到早上八点钟 保姆文玉阿姨带的小朋友 陆陆续续地地来到家里 也开始了文育阿姨忙碌的一天 看起来年轻有活力的文育阿姨 已经是有26年资历的资深保姆了 而且她还是早在民国76年 就取得了保姆证照 保姆要当的专业又称职 可不简单哦 文育阿姨家的客厅 和一般人家里的大小 没什么两样嘛 但是你看茶几不见了 因为要让小朋友 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而且这个地板可是有玄机的哦 我们的地板底下是铺软垫 然后再铺上这个地板 塑胶地垫 然后可以让小朋友学爬的时候不会撞到 学走路的时候撞到也不会受伤 来 拿过去 文育阿姨说 这个算是基本的啦 要把小孩带得好 要懂得小孩的心 然后不可以头先下来 好 换弟弟了 好 姐姐保护你 不要 好 不要 好 弟弟 书书书本先给阿姨 这样才可以撞 看妹妹 看妹妹 好 看妹妹 你看妹妹 当保姆不光是陪小孩玩 还要玩出名堂 趁机教育 溜滑梯要排队懂礼貌 还要注意安全 对 她说安安 爸爸在做炒餐 你自己换衣服好不好 你们会自己换衣服吗 会 会换衣服的人举手 不会啊 好厉害 那罗姐会不会 好棒 在台湾 一般来说保姆分为日拖 汉泉日拖 吃饭这件事情 肯定会在保姆家发生 受过专业训练的保姆 就像文玉阿姨这样 不只正餐 连副食品的菜单 也都精心准备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南瓜汁 适合五个月的小朋友 因为他现在刚开始吃副食品 所以他要单样的 然后要渐进的 从汁开始 年纪小的喝南瓜汁 年纪大一点的 考量到所需要的营养 这道腰果莲子山药粥 也是文玉阿姨的私房菜单 这个是腰果跟莲子 比较适合大一点的小孩吃 然后我还会另外再加山药 然后打成那个米粥 加白米 我们吃点心了好不好 好不好 喜欢吃点心的举手 阿诚没有举手 辰辰 看看小朋友的表情就知道 一定很好喝吧 想要当专专业保姆 资格是诱保相关科系毕业 或者是接受过八十个小时的托育相关训练 就可以取得证照了 另外保姆协会统筹管理 加入社区体系的证照保姆 还要接受在职训练 这堂课是保姆的美感培养 找来专业的师资 教保姆们如何从小朋友的行为 发掘对美学的喜爱和引导 另外还有托育相关的法律认识 以及危机处理 一年要上满二十个小时 婴儿副食品的制作 然后还有就是卫生方面的环境 就整阶 还有怎么样布置他们的情景 还有怎么样教小朋友的一些作息 还有就是要怎么样去教他们认知 然后很多的知识 最重要的就是小孩子的营养学方面 你要注重他的营养卫生 还有就是要教他很多认知 这个是保姆必须的 要玩什么 玩家家姐 好啊 文玉阿姨带过的小孩 其实还包含了自己的孙子 你要煮什么 煮什么给阿嬷吃 就像是带自己的孩子一样 文玉阿姨说 要当一个称职的保姆 就看你怎么付出自己的爱心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 一定要有一个爱心 爱心很重要 你发自内心的喜欢小孩 你就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在照顾他 然后就会很疼他 我几乎都不打小孩啦 然后我就是会 很坚持自己想要做的 比如说他们有行为不对的地方 我会坚持说这个是不行的 然后我会跟妈妈讲 但是保姆最重要 你要心情 就是要想到发脾气的时候 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自己情绪 没有办法控制好 你没办法把孩子带好 带别人的小孩压力会比较重 就是会希望把他带得更好 要更专业一点 所以我才会参加 那个职讯的训练 你知道这26年来 文玉阿姨带过多少个小朋友吗 答案是30个耶 哇 当年的这些小朋友 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而且听说文玉阿姨 自己发明了一个秘密武器 那就是 小杰第一天到阿姨家 眉毛长得好漂亮 很像画的 洗澡没有哭 差点的时候才哭 阿姨带过的小孩里面 他排名第28个 我会好好疼他 更珍惜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因为你就是可以看到 他每天的作息是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 follow他的脚步 那礼拜六礼拜天 就跟着他的方式去带小孩 所以小孩子其实 还适应得蛮好 那你也可以知道说 他一天在这边的 八到十个小时 大概在做什么这样 这本联络簿 让家长们很惊奇 可是 这是文玉阿姨的心意 就像是写日记一样 把小朋友每天的情形 记录下来 难怪有妈妈说 这是保姆送给小孩的嫁妆 很珍贵哦 每天晚上 小朋友回家后 文玉阿姨开始整理环境 不厌其烦地 拿着消毒水擦拭溜滑梯 一点也不马虎哦 对他来说 当保姆的26年 人如一日 因为他就是打从心底的爱小孩 他对小朋友很有耐心 然后所有小朋友 在他的教导之下 像我们这个 他从小带到大 很有礼貌 非常有礼貌 规矩教得很好 然后东西啊 他也都自己亲手弄 很安全又很卫生 然后小朋友也都很喜欢吃 所以很OK 对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会觉得 好的保姆真的不好找 不过在台湾 保姆协会在各地都成立了社区保姆系统 爸爸妈妈可以上网看看有没有离家比较近的保姆 而且可以很放心 因为参加的保姆 个个都跟文娱阿姨一样 又专业又有爱心 不只能够让爸爸妈妈 托育小宝贝没有后顾之忧 每一个小朋友的成长过程 也能够健康又快乐哦 好 谢谢 我也爱你 今天我们认识了两位很有爱心的保姆 他们都说 带小孩不仅仅只是随时看顾他们 更要适时地给他们教育 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让小朋友拥有最好的照顾 也让爸爸妈妈可以放心地去上班工作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改一段落 下次再让我们一起为幸福 就加油